嗨大家,我是Style 今天要来开箱 Heavit海威特的M69 强劲低音无线蓝牙喇叭 好,第一次拍开箱 然后又是拍那么专业3C的东西 所以请大家见料,我会看稿 那首先它有八个厉害的地方 第一个是TWS 环绕立体声 八个W的双强低音喇叭 蓝牙5.0的传输 MicroSD卡的储存 还有音源线的音频输入 免持通话还有Siri的语音助理 360度环绕声 IPX7的防吹等级 第八个就是25小时的超强续航力 好,那就先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它的外观 它得过两个设计奖的 IF的设计奖 德国的红点设计奖 黑色外壳灰色 我今天特地穿了同样的配色 它的外型就是长这样 然后上面有几个键 6个 开关键 MOD 换各种模式的键 声音的大小嘛 中间这个就是播放键 语音助理 那背面的部分呢 充电的Type-C SD卡 然后第三个就是 插音源线的 外观很简单 各种功能也很简单 直接来听听看它的音质怎么样 要先开机 长按两秒 先连我的平板 清脆响亮的声音 来听我平常最爱听的 5点月 先这样 那再来的话 我觉得 它另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就是它蓝牙5.0的传输 很快的连线速度 刚开机 然后连蓝牙 马上就连到了 对吧 切换装置的部分 也很快速 先把这边 断线 这里 断线 然后它就会出现一个 提示音 手机一样就是 我要找 Haveit M69 连线了 你看超快 来播一下 最近在听的 Podcast 大概就是这样 平板跟手机都连过线 现在我要切换到 电脑连线 也是超级快 在手机这边 做断线之后 一样有一个提示音 然后电脑连线 你看超快的 我是第一次拿到 就是连线这么快速的 蓝牙喇叭 然后我电脑刚才是在播 也是背景音 比如说我工作的时候 我打文章的时候 就会放这种音乐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蓝牙连接速度 真的是超级快 那还有什么呢 Siri 那也是从这边就可以很轻易的铺叫它 来教教看 长按最后一个 Siri可以告诉我现在几点吗 现在是上午9点49分 可以告诉我现在几点钟吗 你看 我在问你现在几点 而不是要你教我 现在几点钟的英文翻译 现在几点 现在是上午9点52分 这底下有藏它的说明书 Tab C的充电线 然后一个是音源线 那接上去之后 你要切换的话就要用按这个MODE 对 因为它的MODE就是在它的三个连接模式之间转换 蓝牙、音源线跟SD卡 所以我现在要切回来就是再来按MODE 就回来了 Type C的话就是充电的部分 充电的时候好像是会有点变成紫色的显示灯 看看它的防水效果怎么样 它真的防水耶 这个IPX7的防水冷机是可以在水下一公尺 然后30分钟的这个防水系数 今天终于有机会来户外 再来测试一下Havit蓝牙喇叭的音质 我选的是这首 英文歌 看得到吗 好 它在这 这里刚好有一点乐器在演奏的声音 那我觉得它在那些有鼓啊有其他乐器 整个在户外的体验还不错 就不会因为空间那么大 而且还有一点风 风也挺大的 然后它的音质一样呈现的还不错 这首呢是 这首呢是 我也很愛聽的周杰倫在《不能說的秘密》裡面的一首早抄 都是鋼琴彈奏的聲音 那我覺得Heavy在這部分的表現也真的很棒 每一個琴箭的聲音我都可以聽得很清楚很仔細 那這是在戶外的部分 我覺得如果是純音樂的話 在室內播會比較合適一點 就是可以更感受到這個樂器演奏的環繞的感覺 I'll learn about you 再來這第三首是 瘦子A首的《Don't worry about me》 它是我最喜歡聽的瘦子的一首歌 那我覺得它像是在這種饒舌音樂嘛 它的表現在戶外的表現是很棒的 就是那個節奏感還有那個重低音 呈現的都很好 對 最後就是再講一次Heavy藍牙喇叭跟其他款 藍牙喇叭最大的不同點 那我也覺得是它很棒的地方 設計很簡約 那按鍵也很清楚 連線超快速 而且重點是還有防水 也可以有三種不同的連接方式 Tab-C充電 還有語音助理 就是你可以直接鋪灌Siri出來 那就是一個戶外帶著走很方便的一個藍牙喇叭 重低音的表現也很棒 所以我推薦HeavyT M69的這個無線藍牙喇叭 防水喔 掰掰